随着2014年中国国庆节的到来 在美国的华人华侨也纷纷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在异国他乡以各种形式迎接国庆 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9月21号晚 华府各界欢聚一堂 在维州阿灵顿的汉宫大酒店 举办了大华府乔学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晚会 今年的周年国庆晚会 尤为特殊 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 中美建交35周年 华府乔学界近400名社区代表 出席了当晚的庆祝活动 应邀出席周年晚宴的嘉宾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丽兼合众国公使李杰先生 参赞兼总领事阮平先生 参赞兼副总领事荷兰经女士 杨洁参赞 乔务组长沈昂先生 庄元元领事 孟房领事 以及前美国劳工部财务总长墨天诚等 晚宴在中美国歌声中开始 首先美国华专联会长张莉莉向来宾介绍了道场嘉宾 华盛顿同乡会联合会副会长沈月亮介绍了道场的华府各个社团 晚宴中 礼节公使代表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表致辞 并代表中国大使馆向华府侨学界致以节日的问候 希望中文学校民族理事长梁康之先生代表侨学界致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华盛顿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会长杨修竹向晚会举杯铸酒 65周年我们国家取得了进步 我觉得离不开华人华侨对我们做出的方方面面的贡献 所以借这个机会我再一次感谢大华府地区的乔学界 给我们祖国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各种努力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大家都非常的私恋咱们的祖国 私恋咱们的故乡 每年在这个时间大家都会再欢聚一堂来庆祝咱们祖国的生日 虽然现在定居美国了 但是我们心还是在中国的 随时随刻的都要尽我们的努力为中国人民服务 乔学界代表纷纷表示 中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也让所有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美国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愿意继续为国家发展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美友好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时乔界代表感谢中国驻美国使馆 为华府各界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引导 在这里让我们举杯共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5周年生日快乐 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华府华语记者在维州汉宫大酒店为您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